字幕志愿者 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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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嘿 歡迎來到 那叫什麼 哦 嘿嘿 哦 歡迎回到這個療癒動畫第二集 那麼這一次呢會使用的是這個 Sycle的渲染 因為在上一集第一集的時候 為了做出這種吞噱的效果 選用了這個EV的渲染 那我們這一次第二集呢 我們就來教一個Cycle的渲染 主要呢還會學到這個 時間差的這個動畫管理 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簡單的打光的技巧 Cycle的話 我們要怎麼讓它也有類似這個 EV的這種發光的效果 那我們就廢話不說 馬上進去我們的Blender 那打開我們的Blender之後呢 所有東西都三觀光 那我們一開始呢 先來做那個擺檔的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用一個Cylinder R,Y,90,S,X,縮小 我們就把它的前後面都刪掉 選Face 選中兩環 Alt1 然後再按S 我們把它縮小 那大概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選中這兩圈不變 然後選中這個Bridge Edge Loops 再回來物件模式 試著我們把它Bevel一下 Bevel 這裡Bevel你會發現它這個Bevel怪怪的 有點奇怪 那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Ctrl-A Rotation Scale 好 那樣它的那個 就會平均了 因為它原本這裡呢 是這個Z軸有被我們改動過 所以為了讓它更好 我們就要Ctrl-A 先讓它這個都回來是11100的這個部分 它這個Bevel才會算得比較清楚 好,然後它這個前後 有一點被凹進去了 你會在意的話 你就全選 然後SX0 它就會變成平的狀態 那我們就一邊用一邊不用 那這樣呢 之後我們再加一個這個 Subdivision Surface 讓它這個看起來更加細緻一點 然後右鍵 Shade Smooth 然後再讓它這個Bevel 稍微小一點 一點點就好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第一個調環 那接著呢 我們來做一個 Shift-A 然後Curve 我們叫一個PASS出來 然後RY90 然後我們一樣上來 稍微把它放大一點 放大之後呢 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先讓它這個原點 來到我們的最上面 我們就進去編輯模式 選中這個點 然後我們按Shift-S 如果你是用這個Machine3的話 你就會跟我一樣 我把它連接放在下面好了 我就進去Preference 那你要跟我用有一樣的Origin 你就要把這個 Align Pies 這個 這個要選 Shift-S 然後讓這個原點來到我們選擇的地方 固件模式 右鍵 Set Origin 然後到這個3D刻色 這樣子的話 這個的原點 就強制被我們 控制在這個上面了 好那完成之後 記得再把它放回去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 跟這個 Ctrl-P Ctrl-P 這樣我們在旋轉這個的時候 就會把我們這個 調環也一起做旋轉 這個線的這個屬性的修改 我們就把它這個 Geometry 這個 Depth 把它拉大一點點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來做這個動畫 Nunpad3 這個 選中線 Rx 到這裡 好 那在開始做這個動畫之前 我們現在決定一下 我們這個 時間跟這個 要怎麼做選擇 我們這邊呢 用這個 60幀了 先選這個 Output Properties 這裡 我們把這個改成60幀 這裡 我們給它打240 改好我們的時間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做動畫 再起來一點好了 好那我們就給它 I Rotation 到最後 Ctrl-C Ctrl-V 中間的120這裡 我們就給它到對面 你直接對著這條線 對著這條線 直接抓到這附近 大概就可以了 你就會得到一個這個 搖晃的這個效果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打開這個 我們把它右邊這邊拉出來 我們稍微調整一下 它這個時間上的變化 我們選這個 Graph Editor 好然後選出來 我們把它的 X跟Z都刪掉 這時候你會看到 右邊有一個這個曲線 我們就把它 頭 S 放大一點 這一格的一半 這個也是我們到這一格的一半 這樣它在這個頭尾的時候 它就會 懸掛在那裡比較久的時間 我們把這個也弄到這裡的一半 好這樣它就會 有一種 滯空的感覺 那完成動畫之後呢 我們就來做這個 那完成之後 我們就要來複製的動作 我們就Shift D 喜歡Shift R Shift R 我們就用7個 接著呢 我們要來做這個 時間差的這個調整 全部選中之後呢 我們要讓它每個都差5格 差5格的這個關鍵針 我們就在關鍵針這裡 A按A 全選 都變橘色了 我們就G 然後移動到5的這個位置 這時候可以看一下效果 它就比它稍微慢一點點搖 現在是我們全選一起調整 所以是後面這6格 全部都往後了5格 那我們就照這個節奏 我們繼續下去 我們就到10的這個位置 然後取消選取這個 然後點這個 要記得點它喔 然後到這個10這裡 好那一樣繼續 刪掉 點它 然後到這個15的位置 30 好那我們就來播放一下看看 搖墜的這個感覺 好做這種循環動畫 一個很好理解的點就是 它的頭尾一定要長得一模一樣 那你可以發現它現在頭尾不一樣 那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就先 再拉開一次我們這個 Graph Editor 這裡 我們選中 Wide Rotation這個 可以按一下 NonePad的小數點 這時候呢 右邊有一個小箭頭 我們把它點開 我們讓它新增這個 Cycle的這個Modify 你可以發現它還是沒有變 因為我現在只有這個有放 那我們現在呢 把它全部都加上這個Modify 點它 然後Cycle 然後點它 這時候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頭 再看一下它的尾 一模一樣 好我們就Play一下 你就可以發現它就是一個 無窮無盡的一個笑 好比說我點了這個 倒數第二個這個 調環 好你會發現它是 在沒有開啟這個Modify之前 是長這樣 它就是只有我這個 有下關鍵的地方有曲線 沒下關鍵的地方就是平的 但是我做了Cycle 它就會讓它這個曲線一直頭尾重複 頭尾重複 然後呢我們就是藉由這個原理 讓它這個 每個都加Cycle 然後讓它頭尾一直延續的接下去 那完成了我們這個搖晃這個 之後我們就把它的曲線關起來 加一個Slim的 然後縮小一點 讓它一點伸直 好因為它現在這個中心點在這 那我們等一下旋轉的時候會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稍微讓它下來一點 這樣子我在旋轉的時候比較不會被它打到 到這個中間一點這裡 這樣應該比較好看 RY90 先讓它躺平 然後我們下一個關鍵針 前面呢 我們開頭下一個關鍵針 下完之後我們到後面 好因為這邊變得90了嘛 我們就直接選中這個 90嘛對不對 然後-360 一圈 好我們看一下 前面會不會打到 但它後面其實是躲得掉 之後我們就打開這個曲線 一樣選中我們這個Y軸 因為它這個會被打到嘛 所以呢我們就選中頭 放小 讓它快一點過去 這裡你想怎麼調整都OK齁 主要就是不要讓它看起來是打到的就好 那因為前面我展示過這個 正常的Bevel怎麼用 然後這裡我們就直接用插件的Bevel Part of的這個插件 好我們就按Q 然後我們按這個Bevel 然後它也得到一個很漂亮的一個結果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來做它的這個底座齁 Shift A 加一個Cube 到下面 放大一點 摩到它的中心點這裡 然後Z 然後讓它X小一點 先讓它頭上面下來 然後我們Ctrl R 轉一圈你的滾輪 然後我們滾兩邊 然後我們選中旁邊這兩面 我們按Extrude 往上 然後它下面切到了 按這個Xray 然後全選 往下 讓它不會去切到就好 那我這兩個底座呢 要再下來一點 那我們下面這個先這樣放著 好我們就Shift A Curve 然後PASS 往後一點 然後R Z 90 然後到這個旁邊這裡 進去編輯模式 調整一下它的這個位置 把它抓下來 我這個動到啦 我動到它啦 那我就全選 全選 然後我按S Z 我們要壓扁它 所以就S Z 然後0 它就很快就被我對齊 一樣這個Saps 加多一點 那這裡如果你有動到啊 或是什麼 發現它這個線 前面變得比較扁 下面變得比較圓 它就代表它這個也是 它就跟Bevel是一樣的概念 它這個縮放動到了 所以我們就要Ctrl A Rotation Scale 變得平均的 因為它這邊是111000 直接插進去就好 然後我們Ctrl A All Transform 因為我們要鏡像 And Modify Mirror Y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來做它裡面這個 塞住的這個東西 我們就用這個 Celinder 好 然後縮小 挪到這個位置上 然後到這裡 RX90 一樣我們Ctrl A 做Bevel 快速的Bevel一下 Ctrl A All Transform AX 如果你有插件就直接做鏡像 沒有就是我剛剛講的 直接這裡Mirror 那我們就進去 編輯模式 前選 然後Shift D 直接挪過來 RX90度 很快的完成了這個 邊邊的這個感覺 最後呢我們再來把底座來做一點修飾 可以看到這個是很奇怪的縮放 所以你去Bevel一定不對 Ctrl A 左在這邊Scale 之後Bevel我們它旁邊這裡 這裡也給它Bevel一樣 這裡也Bevel 最後再Bevel一下 你這個Bevel做出來到時候我們做這個 不管是金屬的或是反射比較重的這個材質的時候 它的這個反射邊緣效果會比較亮眼 大致上又完成了整個的雛形 那接著呢我們就進入這個材質打光的這個環節 我們直接來打光 Shift A 我們加一個Live 然後我們加一個 Area Area 然後Ry 讓它照到上面 稍微45度會比較好 進入渲染模式 不夠亮 我們把它加亮 100 不夠亮 1000 好 1000 差不多 我們把這個世界光 關成全黑 Render引擎 我們就選擇這個Cycle 選GPU Denoise 這個可以打 這個Render這個擺成這個128 正面已經有一個光了 後面也要有一個底光 底光我們就用一個點光源 所以這裡我們就用個... 5000 那我們就來加一個攝影棚 我們加一個Plan Ctrl A 進入編輯模式 選中最後面這一條 Extrude Z Ctrl A Rotation Scale 選中這邊 然後Ctrl B 最後右鍵Shade Smooth 光齁 在打的時候 它這個反射會比較漂亮一點 我們加一個這個鏡頭 鏡頭 好 然後我們取一個 然後Ctrl Alt 0 外圍選中G 然後中鍵點一下 往前推進往後拉遠 然後我改一下比例好了 格式的話就從這裡去改 改成1080 1920 隨便你想要用什麼鏡頭都可以 這個有點太暗了 3000 那完成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來加我們的材質 我們先從這個鐵環來下輸 Shader Edit 就直接Metalic 你拉低 做Barrel 邊緣的這種高光啊就會出 反正就是有做Barrel就會好看很多 那我們一樣全選其他的這個 Ctrl L Link Materials 然後線 加一個黑色 Metalic Ctrl L Link Materials 做這個圓柱 我們加一個Noise 加一個Color Ram 圓過來 圓過來 我們把它改成也是藍藍的 然後這個Linear改成這個Constant Skill調到10 這個樣子來看它其實有點像 UV已經是被拉到的 所以它這邊才不會 這樣才是正常的 但是這樣子是被拉開了 但是這樣子的話看起來會有一種樹紋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喜歡也可以保留 但是我這次想要不要放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按Ctrl T Ctrl T這個是一個叫Node Wrangler 你就直接打這個就不用下載了 Node Wrangler 這個直接打勾 然後按Ctrl T就有這個功能了 我們把這個Generate改成這個Object 你會發現它這個就變得都很正常 就是一點斑點的感覺 這個底座用跟它一樣的 先都上一樣的 我想要改一下這個鏡頭的位置 剛剛就花了一點時間 最後呢 我們再來做這個花光的這個部分 到這個編輯模式 然後Ctrl R 滾一圈 選中它 GG按兩次就會順著過來 Ctrl B 滾到0 讓它看起來只有兩個 然後我們就Alt E 這邊按一個加 然後按這個Emission 然後我們按Assign 那麼8好了 最後呢 就來加上我們的樹影 好 Shift A Sample Intrigion 3 打勾 然後Shift A Curve裡面就有 Sampling Trigion 最原始的這棵樹 到這個Leafs這裡 Show Leafs 點下去 Leafs覺得太大 可以把這個Scale 調成大部分0.2 進到這個Armature 骨架 Use Armature 然後再進到這個Animation 這個Armature Animation 點下去 Loop Frames 我們給它選240 這個Speed 我們給它改成-5好了 選中這個骨架 你就有你這個樹的這個陰影了 好 這樣就搞定了 Output property這裡 選中你的位置 自己改 FFMPEG H264 in MP4 點一下 這個我做了第三次了 有一次忘記那個錄音沒有錄到 希望這次錄音有錄好 不然我就 沒關係 從來你以為結束了嗎 還沒 我們現在呢 因為我們剛有加這個Emission的效果嘛 那我們可以先直接Render一張看看 你可以發現一些事情 我一張要10秒 2400秒除以60是多少 40分鐘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算 還有一個就是我這個發光EV那樣子的亮亮的感覺 我們進去compositing Use node 點下去 加一個Shift A G L A R E 點一下 放上去 就改成Fogglow HIGH 好 然後我們再渲染一次 它就會得到這個邊緣亮亮的 Austria 這個 然後用45 這個用45 也給它下一個關鍵 這裡你應該會看不到 啊點一下才會看得到 然後我們就一樣到最後面這裡 就這個45 加360 這樣到時候你渲染出來的那個 亮亮的那個效果就會這樣旋轉 比較自然一點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這個教學 好 那麼呢 那麼如果你喜歡 我做這個系列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 好 那很快的也快要1000訂閱了 到這個1000訂閱呢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準備什麼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 但是也是要我先把這三部曲做完了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啊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 那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